不少族人从汉民回复传统姓名 却有族人改为传统姓名后 在办理小孩签户口作业时 因为小孩仍未回复传统姓名 在护证机关碰到困难 签户口的时候 结果遇到了要小孩子 要宠母性或者宠父性 而姓名条例又延伸到 原住民身份法这一个部分 所以这两个法在前置着 我们去做签户口这样的一个动作 根据原住民身份法第四条规定 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结婚所生子女 从据原住民身份之父或母之姓 或原住民传统名字者 取得原住民身份 因此小孩子能从父姓母姓二选一 或是直接更改为传统姓名 以这个个案为例 由于小孩法定监护人为母亲 不具原住民籍身份 一旦从母姓将完全失去原住民身份 那如果说原住民一方的父或母 回复传统名字的话 他就没有姓嘛 那所以这个子女 他就要从另外一方的这个姓 或者是说这个小孩 他有原住民身份的话 他可以回复传统名字 这个都不是护证机关刁难他 也不是护证机关的规定 是原住民委员会一百年 还有一百零四年的规定 内政部护证司和原民会都回应 按照目前法律限制 只能鼓励族人也将孩子回复传统姓名 这名族人已经完成小孩签户口作业 但在登记资料上 小孩父亲的姓名依然是过去的汉名 他虽然现在已经通融我们 可以去办理签户口这样的形式 可是他记载却是不实的 因为他的父亲还是高智昌 就是我原来的汉名 而我现在在民国一百年 已经回复为我的传统族名 回复传统姓名后的族人 在办理护证作业时遭遇困难求助无门 在社会上可能还有更多类似案例 族人希望相关机关能够尽快修法 让族人拥有传统族名的同时 也能保障下一代的继承权益 记者 九股大修台北市采访报导